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炭灘韭菜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12分 原來我們今天整體市場下跌了72點 但是這個期貨的部分是摔得比較重一點 因為今天是轉艙 那他摔得比較重就蠻合理的 可能就是壓低然後去做一個換艙的動作吧 我們也不曉得主力想要做什麼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說 他原先是收在19747 結果在現在已經差不多又回來100點 回來100點 那待會再來說 那今天其實整體上的一個表現 沒有到很好 那可能也是我們昨天有說這個 貴滿指數的部分 那或者是說 本來現在的盤勢就不像之前的 沿著五日均線往上走的那樣子 所以還是不斷不斷提醒大家 不要說 這個 一天紅色 然後隔一天就忘記 比如說 在 上周五嘛 比較不好 然後周一 這禮拜周一 整個還不錯 然後你周二 甚至就是今天周三然後去追 那追股票今天蠻多個股都是 有一種被出貨的感覺 是蠻多 乖離率大的 那甚至是說 比較傾向所謂的高值利率股啦 都是有一些被這個 一個往下打的感覺 對因為 去看一下這個都知道 這是今天上了嘛 00939 那個比較不明顯 可以看到這是 00929 一根很長的上影線 然後呢 這個 00919 也是嘛 那他們所包含的一些成分股都是 那待會再來說 好我們就直接來看這個 今天的這個大盤吧 那今天大盤呢 就是因為月結算 就是震盪非常大 最高最高這個期貨有到19956 然後最低是19731 整整就是大概 200點的一個 一個價差這樣子啦 那最後呢 是收在了 這一個支撐處啦 大概是19750左右 然後收在19747 那四月的期貨呢 就是 剛剛在看嘛 理論上是開這個 直上 那我們就 來對應一下 來看一下 這個支撐我是怎麼畫 好我們先看15分K 剛剛稍微去做一下整理 那反正呢就是 19750 然後19825 那現在開在這個支撐嘛 開在這個支撐 就是所謂的 現在 此時此刻 開在這個支撐 那這邊有打了一次 兩次 然後剛剛呢 開盤往下砸到這裡 然後現在在這個支撐 就是他下一個會去挑戰的點呢 是哪個地方 下一個挑戰點是大概是19920啦 然後再來就是2萬點 那這個是比較偏15分K的短格局 那如果說 我們用60分K來看 會更加的清楚明白 好像就是說 2萬點嘛 不用自已嘛 2萬點是目前 最大的級別壓力 再來呢就是我們之前一直講的 19630到19700 不過 目前中間這裡又形成了一層 這是在昨天 昨天去碰到 這是 3月15號啦 上週五 然後再來禮拜一 往上拉 然後呢 禮拜二 往下打 又往上拉 然後在今天 收到這個地方 所以 19750 到這個地方 所以說目前有大概 有就是三 四層啦 四個 關鍵位置 然後這一層是最不能夠跌破的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現在在19825的那個算是比較小級別的15分K的短程 那我個人覺得還不錯啦 不過 今天晚上是這一個嘛 這個 FOMC的這個會議嘛 在凌晨半夜2點 那不知道呢 他到底會走出怎麼一個方向 因為我們都知道的是 只要有週結算或是月結算 之後的 夜盤 基本上那個聯動 美股會非常的 大 聯動美股是在那個時刻 週三的晚上跟週四的 早上晚上都是啦 所以說 在今天月結算之後然後剛好遇到FOMC 他不知道這個行情震盪會如何 如果有興趣就可以看一下 半夜2點 不過我覺得早上起來看就好 那看 會不會跌破這裡啦 最好是不要跌破這個短的嘛 這個 明天早上開盤不要開這個之下 或是說盤中不要掉到這個之下 那我認為都有機會再次 搞不好這真的是去 攻上2萬點 也說不定 因為目前美股還不錯 待會再來看一下納子 那貴買指數今天沒有突破這個趨勢線 就我們昨天畫 算是被這個大盤 給帶下來 我這邊好像沒有切 我們先來切出來看看好了 剛剛有切然後 把它給關掉 好了我們昨天看的位置 我們昨天說 這三根嘛 123 我今天 昨天完美碰不到 那今天原先是 在這個 算是早盤 的時候是有張劇 但是呢 就是在中尾盤 如果說你有在看盤 可以發現說 有一些波段的部位 中尾盤基本上就是被嚇殺 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這個00919 0092 00919 00929 的那個部分 OK 那我們就繼續看吧 我們繼續看吧 我們繼續看這個納子的部分 那納子為什麼會說可能 往上走的機率比較大 因為我們原先納子的部分是在上面做盤整 那他是提前在 上周五的時候砸盤 然後在周一往上走 那周二昨天 有做一個 下影線的測試 所以說 如果我剛剛講的是屬實 是正確的話 這個觀察是正確的話 那今天呢 理論上 不受這個FOMC影響的話 那 也是往上走的 所以說他跟台股的夜盤 是比較聯動的話 那他會是往上走這個趨勢 只是說 不受那個影響的話 前提是不受影響 那突然就說 不會說 那個突然說 又要這個升息吧 如果說又要升息的話 那 肯定是這樣往下跌吧 我覺得是這樣子 但是 理論上要嘛就是不動 那要嘛就真的去降息 那其實 很多買債券員都在等在這一刻 那不知道到底會怎麼去走 那今天 現在才三月有可能 還是講一樣的東西 就是不升級吧 我不曉得 OK 那美股的狀況大家記得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稍微再看一下這個 標普500 標普500在昨天 他收盤收了一個歷史 又在新高 之前的一個高點是收在 5175 然後昨天收更高 5178 那當然如果說以盤中來說的話 還有高點5189 不過 你可以知道是 現在的一個 美股的走勢 還是非常非常強勁 那誰先行回落 沒錯就是我們的 比特幣 比特幣呢 從高檔呢 從高檔的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把上方這個 這個位置看作是一個頭部 大家可以把上方這個位置 當作是一個頭部 一個小頭部 OK 在小頭部形成之後 他跌下來 跌下來形成一個 跌幅滿足 OK然後反彈 之後繼續跌 那現在是有一些 起漲 不過 他 這個高點 至高點如果說是在高點進場的話 拉到 最底部這個地方大概有 16-17%左右了 回檔這麼深 這麼的大 基本上 這應該也是應該跌破了 這個 越線了吧 也跌破越線了 所以說會進入 目前是進入一個 比較大級別的一個盤整 那大家可以想像成說 現在目前這個小區 這個小小的框 就是我們現在的台庫 對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目前 這個是我們的電子指數 那其實我自己在過往的一觀察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箭頭位置 箭頭位置都是最恐慌 最可怕的 那一天 10月31 然後呢 這是 1月17號 在這個今年 1月17號 應該大家都加入了 因為1月17號 是蠻恐慌 當然如果說你沒有 你是一個比較新手小的 你知道說 自己的個股 如果跌就是一個 天崩地裂是地獄的話 那當然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我們每天 看盤的人會知道說 哪一天是比較慘 然後 哪一天是還OK 那 基本上框起來這兩個地方 就是比較慘 但是呢 你說他慘 但是他也是相對的 守住左側的這個缺口 然後守住的 這邊這一層的這個支撐 OK 那我們所以說我們現在看過 如果說這一層缺口不守 那他包含的一個個股是 主要一定有台積電嘛 那代表說如果台積電 往下去墜 好我們先想大概兩個劇本就好 台積電往下去墜 然後做破線 我們開一下台積電好了 稍微提一下 台積電目前的是守住這個嘛 750 然後兩個很像 兩個很像 所以跳光上來缺口 跳光上來缺口 基本上這個也是蠻像 台積電的形狀 那我們先想兩個劇本 第一個劇本就是 台積電持續守住這裡 然後往上進攻 突破兩萬點 OK那現在沒他的事 那第二個劇本就是 台積電往下跌 但是 其他的電子股 包含比如說鴻海 包含聯發科 包含什麼廣達 微創機家 那一類的 齊鴻 那反正是其他的電子全職呢 他們必須要守住 那目前就是兩個劇本 我覺得應該是兩個劇本 不會說 這個地方跌破 然後 台積電還撐在上面 所以目前就是 要嘛 這個地方就往上去走 應該說 認真講起來應該是三個劇本 只是說 第一個劇本 就是台積電跌破 他跟著跌破 那到時候呢 會陷入一個 非常非常難做的格局 那我個人 因為我手頭上沒有台積電 所以我比較希望的是 台積電跌破 但是把 每一天的一些 上漲 跌 下跌的一些點數呢 都位給其他的 全職股 比如說我們覺得 現在比較明顯 我們之前就說 這個AI股 是一個嘛 是一個族群 在 AI股跟電子零組件的那一塊 如果這兩個 結在一起的話 會是一個 比較有同族 同一個族群性的 然後再來跟金融股 那金融股我們在昨天有講到 已經限度休息了 所以說 我們現在的腳本應該是 台積電去做一個破線 然後呢電子指數守住 那當然他破線那天或許會有一些 比較重的賣 因為大家看到台積電破線 但是我們如果說 觀察的過往的一些 主力操盤的慣性的話 電子指數去守住 然後變成說是拉卡這個AI指數往上 目前想法大概長的啦 大概三個劇本 要嘛一起疊 然後一起崩 一起拜拜 真的是就是 好一起疊的那種感覺 可能會陷入大概一個月 這兩個月的一個 做多非常難做的一個格局 OK 那我們就講回來吧 我們來講新聞的部分 好我們來講新聞 那我們今天就沒有打觀點 打完的時候已經發現4點多了 沒有腦袋去想 剛好也沒有接觸到一些 想分享的東西 然後我們來看兩則新聞 那一個新聞是比較簡單 就是說00939號今天上市 然後這個下禮拜一到五 也還是會有這個投信的買盤 因為是這個 可能還更大 00940的這個買盤 那4月1號的時候 忘記4月幾號 反正4月初 4月初 這個00940 才是真正上市 那在今天是00939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呢在市場上 大家都在吵這個東西 就是說 現在的成分呢 是多少多少 然後會不會拉抬啊 後面的啊 第11到第25 然後再來呢 第26到40 超級複雜 超級超級複雜 然後今天還聽到說 這個架式打 也是什麼00939的這個 什麼成分股之類的 然後今天就有點好像 拉上去然後被出貨的感覺 他只有佔0.68% 那我自己個人的一個想法 我自己個人其實沒有 沒有太多時間去做這個研究 我如果真的研究可能會把 真的啊 毒法煉鋼的方法啦 就是把市場全部拆開來看 看看有沒有 像是我們上禮拜的時候有做一個 一集是00940的那個 真的有看到資金打進去嘛 就在3月8號的那一天 而資金真的打進去然後那一天爆也非常大量 那基本上所有個我都是 有互助然後爆大量往上去走 然後後面真的走了大概 一周吧 也沒有到一周可能 就三四天 那天3月8號我真的覺得 可能就真的是主力進場做卡位 那我今天沒有太多時間去 做這個分析 那我個人也認為啦 我覺得 不用太關注這個東西 目前的想法 因為 當然你可以去分析所有 然後去打聯魔作 真的有啊 真的在哪一天有 但是其實是你判得懂 對 那目前想法是這樣 然後 今天就有說嘛 就是他原先的一個 是15塊 然後他一開盤是15.11 所以說他才一開盤 然後做賣出的話 是賺了大概0.1 0.1 那但是呢他在盤中還有到達 最高最高到15.39 然後可能開始有些 有些人在賣 有些人在賣 然後就往下跌 那最低也有跌到他的位置 但是沒有破啦 沒有破啦 還是有守住啦 跌破這個15塊以下 去守之 這個變破這個 他的發行價了 只是說 買進的人全部都是虧錢 對那為什麼今天會有這麼 如此大的震盪 當然第一一定是他原先裡面的一些 鏡子 這個東西比較難去做計算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知道 為何的話 大致上我們是可以知道說這個東西啦 不是看這個持股 是看他的一個成分股 今天為什麼會是往下跌 我們剛剛看了 00919 00919的一個部分 那基本上你現在看到群光好 我們點進去看 7%嘛 那可以看到 他今天會 往下跌 群光是收平板 那還OK啦 還OK 那再來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連發科 連發科他是跌 他跌負 1.74% 那當然 我這裡稍微去研究過啦 大致上他裡面的一些 剛講的鏡子15元嘛 那 他裡面一半呢 就是一個比較難計算的東西 那另外一半就是 他所主導的就是這些個股 他們的漲跌 所以說你可以去看 可能 差不多前面 他的後面其實 還蠻 其實他的持股還蠻接近 所以說 如果說你去 分析美藍個股 美藍個股都走一個 強勢多頭格局的話 基本上他後面往上推動的動力 還是蠻強勁 比如說我們看到群光還OK嘛 連發科 大連拉橫盤 長榮現在還OK嘛 歷程呢 是多頭 然後這個算多頭 那這個是比較 稍微委屈一點啦 再來呢 晶圓電子也是 比較偏多頭 他跟聶瑞光頭控的格局很像 那再來東陽 也是多頭 瑞玉也是多頭 聯誼也是多頭 然後文業呢 跟大連大師陷入一個盤整 然後見底的部分 也 算是 算是 強勢啦 那台光鏡是目前看起來最弱的啦 再來文影也是比較弱 那合作今天長上去嘛 所以說 你稍微去 抓一下的話 大致上 大致上 目前此時此刻 現在3月20號來說的話 我覺得他往上推的 力道還是有的 目前來說 當然不要說我講完之後 明天 打一個大崩點 然後全部都破線 那當然就拜拜嘛 所以說 大概一半是有這個 各股局領導 另外一半 那個東西比較複雜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解釋 OK 那再來的話看下一個新聞 這也是最近期的一個 蠻多人在 應該說今天蠻多人在看 這個新聞是在 GTC這個大會的部分 那我那時候說 不太重要 但是呢 這個在禮拜一的時候嘛 這個機器人上陣 會打那個GTC大會 那裡面就有去講 大家上次是誰啊 誰是這個 所謂的這個機器人概念股 廣民 洪准 靈華 化漢 索羅門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兩檔就好 那還一些 可能他一些些機會的 我就放在這個 會員個股裡面 OK那我們就來看兩檔 那其實有一檔 是沒什麼機會啦 索羅門 因為他今天是所一致 這個所一致 對不對 當然所一致 但是我們還是內心啦 內心我們還是覺得說 他還是有機會 所以那目前我們先對應的這邊的高點 然後他這邊爆大量 所以說 代表說呢 他一開盤即下殺的一個位置 這個大列應該有蠻多套牢的 那這個套牢他直接越過去 所以 當然這個套牢呢 我覺得 有時候市場的共識價格 就會把這地方那麼多支撐 但是 目前還不得而知 要怎麼知道 基本上呢 你可以想像呈現 比如說 他掉下來的時候 這邊這根K棒在這裡 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Ctrl C 然後這邊Ctrl V 然後卡在這地方 比如說46塊左右 那這邊比較可以去代表說 真的有人在這邊做防守嗎 打下去 然後有人收上來 不要說這種光凸凸的 沒有角的這個東西 不要像那個光凸凸沒有 這比較難做判斷啦 這張後面還是往上走 不過這種 直接收盤收到最低的 這個就算了 對啦 當然他今天是掌停法 而且是鎖一致鎖 所以 可能他也可能 沒什麼機會吧 可能必須說他拉上去之後 在某個地方陷入一個 強勢整理的盤整 之後再看 但是 這一檔其實我在之前 也就有在做觀察 那 我不曉得 大家是知道 這個回答要講 機器人 還是說 這一個 我覺得是比較有機會 是這樣子 大家知道說 回答可能 就要講機器人 然後呢 剛好這個 就是在之前呢 3月8號 我們那時候講3月8號嘛 3月8號 忘記是不是3月8號 其實我忘記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00940 我忘記要拍誰 反正呢 之前大碟的時候 你發現說他是在上漲的 你可以發現 上禮拜 比如說這是禮拜三嘛 禮拜三禮拜二禮拜一 禮拜一都還OK 但是呢 上禮拜三禮拜四 行情不好 跟上上禮拜的 額 這到底是幾號 對啦 3月8號 這個3月8號呢 他並沒有疊很多 而且他有抽一根下影線回來 好像摸到有抽一根下影線回來 3月8號其實很多個 我都往下疊 然後再來上禮拜三跟禮拜四 因為發現說 GDC大位我們也開始 是在18號的開始嘛 但是為什麼呢 他這邊有收下影線 大碟的時候收下影線 然後呢 禮拜三禮拜四 大碟的時候 他還是一樣卡在這邊 我不太動 而且還是 有一個力道去摸這個壓力 大概是11.5的這個地方 所以 究竟是這個主力早就知道 回答會講 這個機器的 所以說 講出來之後呢 在新聞大肆報導 之後再往上推 這樣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反正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股市真的很奇妙啦 然後 明明呢 在下跌的時候 這邊的下面 還是能夠增加 當然因為我們沒有什麼 特別的消息 所以我們能扣過基礎線 有一個人他出貨結束 但是 我們就是等待所謂的換手成功吧 就是另外一個人再換手上去 OK那看到化漢吧 那化漢的話 比較看不出來 我真的看不出來 那他我覺得他 跟最近有在 漲所謂的 應該說 工業電腦 工業電腦其實有層級 蠻久一陣子 那其實也是 慢慢慢慢往上走 這樣子 那我自己 我自己個人是在 因為其實他也沒什麼跌啦 然後我自己是在 忘記 好像13號吧 有DNQ 但是那時候我畫的這個位置 我說要等待他突破回撤 但他後面就直接砸下來到這裡 忘記這一天講 我忘記哪一天是禮拜三 然後呢 在3月14號 如果說真的勇敢進場的話 但真的要勇敢 勇敢進場的話 他是一個很完美的 因為他收一個光兔兔的角 OK那我們講回來啦 反正目前呢 我看的位置會看一下 31 312.5這邊的一個回撤指紋 那一樣 指紋就是 就是一樣 我們剛剛講說 可以講 最好是有這種 下影線 像這個Ctrl-V Ctrl-C Ctrl-C Ctrl-V 卡在這邊 那或是說像這種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有這種收下影線的部分 OK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來看一下今天的這個停歷損的部分 那今天停歷呢 還不錯 為什麼說還不錯 因為 神機跟瑞儀 大家知道神機跟瑞儀 然後他都是 這兩檔都是這個00940的這個成分股 然後在上週有講 然後上週講完 禮拜三講完吧 禮拜三的話 那時候就把他丟進去會員貴股 然後就把那四檔全部做一下分析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的進場位置在哪邊 來看一下神機的部分 今天是掌停板 但是我沒有賣掌停板 我是賣在 差不多這個位置 在盤中的時候就賣 那一樣在上週 對啊 好像上週13號啦 沒錯上週13號 因為我今天有做那個秀扯 有做這一檔 那然後上週13號如果說 有去做分析 應該說有啦 有去做分析 然後我記得我是在 忘記禮拜四來禮拜五金 就是上禮拜四上禮拜五 忘記了 反正今天就往上拉 那反正他就是00940的一個成分股 OK那再來看一下瑞儀 瑞儀部分比較糟糕一點 怎麼說 那時候是說有兩層 然後我說明顯知道說這裡應該是支撐 然後說這一層是稍微有點小賭啦 然後呢 3月13號在這一天 我是說講的 然後後面呢 3月14號看他有指紋 所以說我是 建倉在他拉上來的這個位置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建倉位置不 不太好 因為他後面有砸下來 所以如果說我建倉是在175的話 但是我建倉在他尾盤這個地方 也差一點點被打出去 差一點點 但是沒有 所以說我這一檔的%數是比較少一點 10%左右 那我 我應該算蠻幸運的 因為我在盤中就賣 盤中就賣 所以說我是在大概這個 疊下來這個位置的時候就賣 那他就是00940的一個 成分股 OK 那來看一下下一檔 震發 震發的部分是飢渴 那 有發現說飢渴目前呢 大部分都還蠻弱的 但是我覺得這一檔 的一個失敗的原因是因為 我是抓 小支撐啦 我是抓小支撐 那我好像建倉在這一根吧 我是抓小支撐 但是 在近期來說蠻多的疊到 大支撐 就我在上週五停損的 勇德也是 我說我在建倉 他是連接線材的部分 那他是摸到大支撐之後就往上走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邊可能沒有畫吧 其實還是有分大小支撐這樣子 這邊應該是沒有畫 OK那我這邊是有畫 我這邊就是畫大支撐的地方 只是左邊有對應啦 只要左邊 對應過去 這裡就有機會形成一個大支撐 那 我那時候是建倉在這個位置 那為什麼建倉在這裡啊 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剛前面講 3月8號啊 然後 3月8號嘛 3月8號的時候進場 就是在 大疊盤的時候 認為說他怎麼 逆勢卡住 結果咧最後送我一根 9月15號上禮拜我送我一根 這一個 往下殺然後 炸到這個地方 那因為我就設在這裡吧 我的停損是在這個底部 對然後之後炸到這個地方 然後又慢慢往上走 所以說他其實就是 很純粹很純粹的 他就是很純粹的 這個回到這個 大支撐 OK 那所以說 有可能他回到大支撐 畢竟這一根跟這一根都差在這個地方 但是因為我買的高 可以看到我停損蠻大的 7% 買的真的有點高 我們應該買在這一根 然後掉下來 然後跌破這個低點我就走了 我今天射單應該是這樣子 OK那這筆單比較失敗一點 應該說 就是大小支撐 沒有那時候那麼care 那看一下這個 司機缸 司機缸那時候是建長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在拉下來的時候 剩餘3% 其實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我就做全部單的一個 了解 那但是 如果說我們一個 看大小支撐的話 可以發現說 其實大支撐在這條線 你這邊碰了一次 兩次 然後第三次 第三次在這裡 第四次突破回撤 然後往上走 所以他今天其實是有 差不多摸到 接近大支撐 然後往上收 但是收的太高 當然啦如果說你把這一層 也當作是支撐的話 那今天收到支撐之上 但是他就是小支撐 然後並且他是 可能剛好吧 跌幅滿足 差不多跌幅滿足 就收回去了 對或者就是底下 就是有人 好像也不是 應該他 基本上也不可能跌到 跌到195 因為他的跌機板是196 所以他跌到那邊的時候就抽了去 那確實就是有人去 追價把他買回來 那不曉得有沒有就在跌到195 所以目前 我覺得整個 整段空間 所以中間可能 不用看吧 這邊就看這樣吧 然後這邊是一個大支撐 對 OK那我們就回來看吧 來看一下資金流 資金流還蠻重要 但我也沒有 說特別特別去抓 不過 我覺得可以值得期待的 還是 我剛剛前面在大盤 講的那個劇本 那個腳本 就是台積電往下 然後呢 真的往下之後 我們的電子指數是能夠撐住這件事情 然後之後 換給這些AI股 不管是一些比較弱勢的 現在非常非常弱勢的 還是 廣達 偽創技甲 目前來說啦 但是其實老實講 你說他們弱勢呢 他們其實老早也是先長一大段嘛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看一下偽創 他還是 老早就先長一大段上來吧 那其實有很多都沒有長 就像今天的 比較強勢的 這個 這個神打嘛 像神打 比如說你看到神打 他就是沒有長 他是沒有先長一大段嘛 對沒有先長一大段嘛 所以說 還是有 我個人還是覺得 還是有一些 區別的一個 存在啊 不過我覺得還是可以值得做關注 那我們這邊稍微瞄眼 這個電腦極兜兵設備的 這個 部分 那那時候講嘛 我說 整段格局是看仗的狂 這256到272這樣子 那這邊是一個破底翻拉上來 那他小的有沒有 他小的是這條線 那今天其實是有拉上去然後又被打下來 那他 其實主要打下來還是打 廣達啦 廣達他的這個 市值呢 還是比較大 就是市值 市值還是比較大的 直接打廣達3% 他3%呢 他可以抵過下面上漲的這個部分 對 那今天就是拉了一個很醜的這樣一個上限 那基本上又有 再次來做挑戰 那我們如果說切成更細別的話 可以把這個地方 我們剛說嘛 看整段格局是這樣看 然後這邊是破底翻 然後這邊是破底翻結束最後的 即快拉到高點 OK 那現在呢 又有一個小的破底翻 在上次有講過 這邊是 這樣的空間是這裡 對然後這邊是破底翻 只要他目前不跌破這一根拉 收盤不跌破這一根 我都覺得他 這邊狠一狠狠一狠 還是 相當相當有機會拉 那但是他到底什麼時候突破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 確實是 值得做關注拉 但價格上 支撐壓力那些自己都要去看好再說 再來看一下 這個昨天講的 這個比較落後的PCB 也就有兩檔往上走 那兩檔PCB都是這個華興集團的 漢語博跟 金城科 但是我覺得 有辦法走一個所謂的集團股 我覺得 不會像神盾和善藥那麼強 我自己個人觀察 但是你可以發現 真的紅海集團裡面的 像什麼紅准 還是蠻強 就裡面的一些 還是蠻強 但還是有一些很弱拉 那些弱的真的就是 我覺得大家比較偏向於說 丟錢丟錢 先繼續試試水溫 啊真的能夠上去 那上去 不能夠上去的話 他可能也會撤 的一個方式 因為我看他的K棒 其實震幅也是很大 OK 那繼續看下去 那再來呢就是這個 機器人概念 那我在今天會再抓幾檔 但是我剛剛稍微看過 好像也沒有到 那麼 好分析 比如說這個 成量比較少一定是會淘汰 再來就是看 你沒有哪一些 我剛剛沒有花太多時間 去看 不過 確實有 比剛剛還是多幾檔機會吧 那當然也還是要延續 能夠進攻這樣子 好那看一下供應電腦吧 供應電腦其實就有點交叉去 重疊在這個機器人概念 OK我們繼續看 那AM族群我認為還是可以持續做觀察 蠻多格局還是OK的 那再來呢 今天比較強是自行車概念 那我自己個人看了看 還是比較喜歡巨大和美麗打 不過 他們目前還是處在一個 就是一個 關鍵位置 那這個關鍵位置呢 就是這個 如果說真的有興趣的人 還是必須要 進行分析 並不是說這個 閉著眼睛 然後就能夠 拉上 OK那看一下 光學鏡頭 今天的玉金光已經9.34% 然後經國鋼9.15% 但是 這個族群 我個人覺得 非常難分析 我剛看他們有亮 有亮了我去看 看完之後發現說 我覺得還是 很刁鑽 尤其是玉金光 之前分析好多次 然後有進場 有可能有賺有賠 但是賠的比較多 他的一個結構上 真的比較難做操作 對所以 這個部分我覺得 對這個要進場要三思 然後有一些 我反而覺得最漂亮應該是大力光 目前的結構上 對目前的結構上 再來就是工具機啦 可能他上癮這邊沒有在裡面 工具機真的是 有一些往上走 但是 這個族群 我應該覺得只有 浮育吧 因為他的欠型就最漂亮 再來呢 協議機有一個關鍵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呢 還是要進行分析 比較知道 對那 也稍微打一個 一個族群 就是 我認為目前比較弱勢 只是飢渴 只是飢渴 等一下不要看這個位數是不是 漲停板 他位置非常非常的低 那整個 看起來說目前是最弱 但 你說要真的有一些其他弱勢的嗎 以族群性來說 還是蠻多的 就 可能就應該說族群性裡面呢 會開始變得像散熱一樣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關注散熱 散熱目前最強是 騎紅跟雙紅 那其他的就是比較偏 比較什麼 動力呀 然後還有一些 可能血洗 那些比較偏說 你真的進場 會被套牢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以前大家都不想撩他 不想理他 那他就變成說 資金人一波拉台 可能不要說一波 一天拉台 然後最後就敗板 對所以說 現在散熱就變成說 整個族群變成說 只有基本面去維持他的 就是 騎紅 雙紅 那劍車金也大跌 那目前 劍車我是比較不知道 但我知道騎紅雙紅的 基本面好像真的是比較偏 現在市場上 和未來 比較 大家比較想要的東西 那因為我們沒有很偏 基本面 所以說 如果說 以族群性來說 他們可能就真的是 比較休息 然後變成說 沒有族群性 但是有機檔 比較強 那機殼目前也是處在 現在這個狀況吧 可能maybe真的有機檔比較強 但是呢 目前還沒有看到 個人的感受 個人感受 OK那今天差不多就這樣子吧 然後我們講了大概 今天簡直比較短一點 對因為沒有講這個個股 那這個個股部分呢 我們就留到下一部影片 今天比較多有8檔 就不在這部影片裡面講 OK那這樣子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布 我們下一個影片 再次有機檜